绿赛和半决赛都发挥不佳,两场比赛得分都没上410分,全红禅顶住了压力,在决赛中上演了精彩一席,并且凭借207C的完美发挥,以总分436.25分夺得市井赛冠军,生涯首次夺得市井赛担任项目冠军,并且完成了跳水大满冠。 全红禅很不容易,陈若琳教练也很不容易,两人在最后一跳得分出炉,锁定冠军之后,激动拥抱。 一场神仙打架,全红禅又一次惊险获胜,最重要的是,他完成了一场没有失误的比赛,完成了一次逆袭,再次证明自己在关键比赛中表现过瘾。 这一幕,全红禅梦回东京奥运会,他也是在预赛和半决赛都出现了失误,发挥不是很理想。 但是在决赛中,他完美发挥夺冠。 全红禅这一次没有奥运会时那样得到超高分,但是也已经很出色了,拿到了接近满分的97.35分,这也是这届市井赛的单跳最高得分。 这一跳收获4个10分,3个9.5分。 要知道,207C是全红禅的软肋,他多次在比赛中栽在这一跳上,这一跳的成败实际上关系到整场比赛的结果。 全红禅这一次靠这一跳拉开比分,完成了逆袭。 生活就是这么奇妙,竞技体润充满了戏剧性。 曾经的软肋变成了全红禅的大杀器,可见他在这一跳花了多大的力气。 全红禅第五跳也表现出色,水花很小,拿到86.40分的高分,提前锁定了冠军。 陈洛琳教练在分数出来前给全红禅柔肩放松。 分数公布之后,陈洛琳教练非常激动地和全红禅拥抱。 全红禅开心咧嘴大笑。 这对师徒卸下了所有的压力。 陈洛琳当全红禅主管教练之后,全红禅一度连续输给陈玉西。 导致外界对陈洛琳有质疑声。 陈洛琳是奥运冠军,还是五金王,但当教练还能延续辉煌吗? 全红禅去年在亚运会夺冠,如今在世锦赛夺冠。 处在身体发育期的全红禅逐渐走出低谷,在大赛中有了出色的表现。 当然也必须向全红禅致敬,他在这次世锦赛发挥依然很稳, 从预赛到半决赛,再到决赛,陈玉西的总分都在420分以上。 陈玉西预赛拿到435.20分排名第一,半决赛421.85分第一,决赛427.80分第二。 全红禅预赛399.30分第二,半决赛405.30分第二,决赛436.25分第一。 中国跳水绝带双交,就是这么无解。 年转发315.88分第二,决赛426.43分第二,决赛627.00分第二,决赛927.20分第二,决赛119.90分第二,决赛928.00分第二,决赛438.1分第二,决赛11325.00分第二,决赛927.00分一次。 决赛439.11分第二,决赛928.325分第二,决赛230分第二,决赛437.4分328.50分7出 决赛728.00分底封决赛437.29分一个第二,决赛760分 si325分3分340分3,15分430分Ö